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大概是 Check GPT 4 推出后 我才开始去学习做 Coding 但当然了 我背景有些 Programming 的概念 Programming 和 Coding 有什么分别呢? Coding 是你要落手打指令 你打少了一个标号 整个 Program 就不成功了 Programming 的意思就是 理解整体 Program 概念 知道什么是 Backend 和分end 大概了解数据传输的原理 什么是 API 等等 这件事叫 Programming 现在多了 AI 工具之后 其实我们是可以不需要落手打指令 但我们也要有 Programming 的基础 近来十分多 Developers 使用 AI 的Coding 工具 叫 Cursor 其实我一直都听了很久 但没有认真去试用过 一试用之后就发现不得了 生产力立即提升了 以及即时做到很多 我以前想做但做不到的东西 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个工具我相信不少朋友都玩过的 就是你输入 YouTube 的影片 然后将它变成一个 Blog Close 这个工具我是就这样用 Cloud 去写的 我就叫它新成程式码 然后就放上网试一下去 Run 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就叫它修改 但其实这个流程是十分之慢的 当 Program 程式码越来越多 例如去到一千行的时候 其实是很难去修改的 特别我只是对 Programming 有一个基础的理解 举个例子 它叫你修改的时候 它通常是叫你修改当中的几行 你每次就要找回那个 File 然后特别找回那几行去改 还有当你的 File 越来越多 例如现在以我来说 我已经有超过三十个 File 你没可能每次都将三十个 File Copy 进去 给 Cloud 或者 CheckGPT 去改 所以 Cursor 这个工具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直接把对话放在里面 而且你不需要 Copy 这些 Code 给它 你按键它会自动看到你的 Code 而且它修改的时候 它会直接在里面改 现在我举个例子 例如这一列的程式码 是负责控制 Login 的页面 我在这里就 Highlight 我想叫它改的部分 然后就按 Edit 或者你按 Keyboard 的 Ctrl K 然后这里就可以收入一个指令 在这里我就跟它说 增加一个 Facebook Login 然后它就会自动将这些程式码加进去 它就在这里帮我增加了 一个程式码就是拿来做 Facebook 的 Login 它不会立刻改的 它还需要 Approve 一下 如果你按绿色就是 Approve 如果你按红色的话 就是你不 Approve 它的修改 实际上这个工具背后都是连结了 CheckGPT 和 Cloud 的 API 但是你会发现 当你在这里用这种方式去修改的时候 你的效率是会提升了很多 你看到我过去两星期忙到 没有出 YouTube 片 因为我每天 都起码花八至十个小时 就在这里改进我的工具 我使用了 Cursor 大概是 十天不够两个星期 已经用爆了 Quota 了 这个工具就是 20 美元 美金有 500 次快的查询 那你用了快的查询 你就要用慢 慢的话你要排队 你会看到你要等候 例如你现在等候第五个 第六个就轮到你了 所以当你用爆了 Quota 之后 你仍然是会用到 Sunnet 这个模型 去帮你改弃的 但是你就会慢一点要等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20 美元 可以做到一些我过去做不到的东西 我给多 20 美元 我都觉得值得 20 美元就 500 次 如果你再给多 20 美元 每个月就有 1000 次快的 request 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下 在过去 10 天 我总共累积超过 100 个小时 去使用 Cursor 做了什么 刚才大家看到这个 就是旧的工具介面 我用了 Cursor 之后 是用了新的语言 叫做 React 去写一个 Front End 出来 我做了一个 Google Login Login 完之后 同样地你可以输入 YouTube 的影片 变成一篇文章 我特别提供了一些新功能 就是那篇文章 还可以直接发布到你的 WordPress 上 还有在 Back End 上 我做了很多处理 之前的版本 如果太多人同一时间 去提交 YouTube 的 Link 的话 其实第三、第四个人 是会有问题的 因为之前的版本是没有做一个分流的处理 而这个版本是有分流处理的 好了 现在我就 Copy 这条 Link 然后贴上去 然后选择个语言 中文 输出的语言 都是中文 这样 Generate 与此同时 我立刻再 Copy 第二条 Link 再按 Generate 现在我就按 My Articles 在这里你会看到 它过去 Generate 了的影片 这里我做了一个新功能 就是如果它过去 Generate 了的影片 你按眼睛 就是 View Articles 你会看到那篇文章 和这篇文章可以 Share 出去给其他人看到 下面就有个 可以再分享到 Facebook 和 LinkedIn 在这里也加了一个功能 就是 Publish 到 WordPress 上 你按 Publish 然后它会找到你 WordPress 上的 Category 和 Tag 然后你可以选择 Post 的 Status 例如 Draft, Publish 或者 Printing Review 然后你按 Publish 的话 它就会发布到你的 WordPress 上的 可能你会问 为什么可以发布到 WordPress 上的呢 你要 Publish 到 WordPress 之前 你首先要去左手边 Setting 里面 Integration 里面 首先要连结你的 WordPress 上的 长程跟着这一页的教学就做到了 连结完 WordPress 之后 你还可以预设 你每次发布 WordPress Posting 的设定是什么 例如我每次发布 我都是 Draft 和 AI 的 Tag 你按 Save 之后 它就会把你 Default 的 Setting save 了在这里 每次都会用这个 Setting Publish 到你 WordPress 上的 现在回来看看 刚才的两篇文章 造成如何 两篇已经完成了 速度十分之快 你会看到 九分钟的影片 需要一分钟三十九秒完成 另一段影片是十分钟 它也是用了一分半钟完成 我这里 后面其实是做了很多事情 令它的速度走得更快 而且你看到刚才是两条影片 同一时间处理的 现在按这个 View Article 看一看篇文章 这里就是第一篇文章 将我的 YouTube 内容 变成了一篇文章 我再看第二篇 就是解说 RAG 同样地很快完成了 如果你没有 WordPress 的 你是用其他的工具 或者你想 Save 到你的 Lotion 或者Google Docs 那里 你也可以在这里按 Copy 现在我按 Copy Article 这个按键 然后我进入 Google Docs 里 直接按 Ctrl V 贴上 就完成了 另外如果你想一次个发布 在 WordPress 的话 你可以在左手边大量选取你的文章 然后在这里按 Publish to WordPress 按 Apply 然后确认一次你 WordPress 的设定 然后你按的话 它就会一次个将十篇文章一次个发布到下去 去 WordPress 了 刚才以上这些功能 就是我之前花了一百个小时 做出来的东西 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使用这一刻来说免费的 当然啦 你的 Token 的钱是我付的 伺服器是我付的 大家就着用 不要这么狼 还有如果大家 用这个工具的时候 有什么问题 或者想到一些改进的空间 或者你想到一些新功能 是对你来说很有用的 不妨 Inbox 告诉我 我自己也看到很多地方要改进的 其中一个最需要改进的 就是我略嫌写出来的中文比较生眼 其实现在这么多大模型的东西 我自己比较过 写中文最好是 Cloud 第二是 Gemini 第三是 GPT 我发现 ChatGPT 写中文是最生眼的 为什么不用 Cloud 第一 它有 API 的上限限制 如果太多人用的话 它会爆了大家用不到 第二就是它比较敏感的 我整个工具的原理就是 拿了你影片的截图 再交给 Cloud 去写文章 但如果你的图片里面 可能出现了 Logo 或者你说话期间出现了一些文字 是违规的话 Cloud 就会不回应 它是相对 ChatGPT 是更加敏感的 所以暂时来说 现在写文 我是用 GPT 4O Minute 去写 但在下一版的改进里面 我会试用 Google 新推出的 Gemini API 去做 经历过这两个星期之后 我真心觉得 如果你掌握到 AI 这个技术的话 你是可以做到很多 你从来没想过的东西 例如我从来没想过 我可以做到 developer 的工作 我之前一直只会写 back end 的 code 我没想过 现在一次过 front end, back end, 连上 database 等等的东西 一次过在两个星期内做到出来 我回想起来也觉得很神奇 所以如果大家对创作这些软件工具都有兴趣的话 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下 但是一步一步来 Cursor 这个工具 确实是比较进阶一点 但我建议大家 由简单做起来 先用 ChatGPT 或者用 Cloud 写一些简单的 program 先 如果你有什么想知道 或者想学习的话 不妨告诉我 我未来这个星期 会补回我之前那两个星期 没录过的 YouTube 影片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我们下条影片 我们下条影片 我们下条影片